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62岁的刘雪华老师在《屋檐之下》节目里说, 自从丈夫意外过世后, 自己已经一个人独居生活了十年。 她说,再过十年, 她最想去的地方是养老院, 因为那里有人会照顾她。 很多人看到刘雪华一个人单独居住了十年, 会发出一句, 女人孤独到老不会很惨吗? 还是再找个伴一起抵御生活的冷清, 一起走完余生的路好。 其实,人家作为知名穷摇女郎, 在年轻的时候已经为自己挣够了养老钱, 人家有自己的保姆司机, 一个人的日子也过得风盈多彩。 有钱的老人, 一个人也会过得很好, 只有没钱的老人, 一个人才会感觉生活的七处和悲凉。 女人孤独到老真的很惨吗? 社区里六十八岁的曹阿姨坦言, 过好当下的日子, 提前找好归宿, 即使无儿无女, 没有老伴在身边, 一个人的老年生活也不会很惨的。 亲宿人, 六十八岁的曹阿姨, 我今年六十八岁了, 老伴走了十年, 我的独生女儿也走了十五年, 我现在是孤苦伶仃的失独单身老人, 身边很多人同情我, 总是劝说我, 让我再找个老伴, 即使不领证再婚, 搭伙过日子也行啊, 最起码身边有个人陪伴。 我觉得, 即使找到了能够搭伙相伴的人, 也会有烦恼的。 我没有子女, 没有婆家娘家, 对方的子女会怎么对待我呢? 如果遇到通情达理的子女和老伴, 我的晚年会过得快乐舒心, 若遇到自私自利的子女和老伴, 我又何必给自己找寻不自在呢? 我五十岁就退休了, 那时我的女儿在外地工作, 当时也谈了朋友,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女儿在即将领证结婚的时候, 一场意外走的, 那时我们老两口真的蒙圈了, 死活不相信女儿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 为此,老伴大病了一场, 我建议她提前内退, 在家调养身体。 我已经失去了独生女儿, 我不想再失去老伴。 然而, 经历了失去女儿的打击, 老伴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我是各种帮着调理, 最终也没有挽留住老伴。 女儿走了五年后, 老伴也追随女儿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独自活在这城市间。 我的内心痛苦的, 真想跟着老伴一起去好了, 可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 而且还要活得更好些, 替他们把生活里的福气都享受了。 老伴去世后, 我照顾了几年公婆和父母, 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 前后脚相继过世, 因为早就有准备, 所以我的内心还是能够平和地接受的。 没有父母在,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 也就是亲戚关系, 因为我离他们远, 所以我是一个人独居生活, 偶尔会有小辈人来看望我一次半次的。 忙碌完老人的事情后, 我给自己安排了养老的计划, 首先是积极锻炼身体, 给自己找了个锻炼身体的运动, 散步和打拳, 每天早晨去社区广场, 跟着队伍一起学练太极拳, 傍晚的时候去社区楼下走走, 遇到熟悉的老姐妹就一起散散步, 闲聊火。 其次, 就是给自己找了兴趣爱好, 除了喝茶看书, 我跟着网络的教学, 学着做手工, 给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头饰, 学着做小包包, 或者是手工刺绣的工艺品。 最后, 就是跟好友每天互发消息问候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单身独居老人, 为了不让我们自己在房间里发生意外, 外人不知道, 我和好友就约定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相互发消息, 或者用手机语音聊天, 身边的老姐妹总是用这个劝说我, 还是找个搭伙的伴好, 不是我不想, 是真的伤不起。 我们成练队伍, 有个比我大三岁的老赵, 就曾跟我提出一起搭伙过日子, 可老赵只想搬到我家居住, 还想让我跟他在生活费上各管各的。 老赵说, 你没有子女, 又有单独住房, 还有不少的退休金, 就没有必要搭伙的时候, 让男方出全部的生活费, 你攒那么多钱, 给谁啊? 我对老赵这番说辞很反感, 他找我搭伙过日子, 不过是看我有条件, 有住房, 没有子女, 好拿捏。 我觉得, 走到了人生的晚年了, 女人无条件地照顾伺候男人, 不过是看在彼此共同子女的份上, 才会心甘情愿地给男人做饭洗衣的。 如果搭伙过日子, 人性的自私还是很明显的, 我没儿没女, 何必跟谁搭伙呢? 相处好了, 彼此开心, 相处不好, 人家在用言语讽刺你, 你找不到诉苦的人。 很多姐妹觉得我一个人孤独到老会很惨的, 若自己死在屋子里都没有人知道。 有钱有房, 不如身边有个人的好, 道理是谁都懂, 可真的是这样彼此相互真心陪伴的人太难找了, 不如一个活好当下, 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日子好。 烦恼本无根, 不减自然无, 世间之事一念而已, 心中若有事则事重, 心中若无事则事轻, 所以说, 人到了一定年纪, 不去想那些以后的事情,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和心事。 像我这样的老人, 生活里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最终的归宿是养老院, 而不是自卑自怜的感慨, 命运的不公, 或是自己的不幸。 活好当下的每一天, 是对已世亲人最好的祈福, 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回馈。 只是在日渐老去的光阴里, 要学会把自己的心境调节好,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归宿, 不管是以防养老, 还是用养老钱养老, 都要提前给自己做好准备。 人生最终的归途, 是需要一个人单独走的, 我只是比别人提早了而已。 沉浸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活得开心自在些, 才是最赚的人生。 70岁的孟阿姨, 作为一个70岁的老年人, 我想自豪地说, 我终身未嫁, 为影响他人, 没给社会添乱, 我是美好的。 我的同龄人早就当奶奶了, 有些结婚早的, 孙子都成家了, 只有我, 无论逢年过节, 还是早期晚睡,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很多人觉得我很可怜, 没人疼爱, 没人关心, 没人照顾, 那是别人的想法。 我觉得我很幸福。 当时, 我还有两套住房在对外出租, 自己有退休工资, 还有一个小超市请人经营, 所以说在物质上, 我完全可以负担我妈的生活开销。 照顾我妈的时候, 我挺轻松的, 请来了一位30来岁的家政服务人员, 全方位伺候我妈。 我的作用只是偶尔督促一下家政人员的工作, 叮嘱她怎样护理老人, 因此, 当时我还没有退休, 所以我基本没有亲自照料。 由于我给的服务费很高, 所以人家照料起来很尽兴, 平时没事的时候, 这个老妹就和我母亲唠嗑, 有一搭没一搭的, 看着挺和谐。 13年之后, 我母亲离世, 我又恢复了一个人的生活, 这时我五十多岁了, 退休也有好几年了, 我觉得我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 当时有人劝我, 让我找个老伴, 将来不孤单, 谁说我孤单了, 我很享受这种生活啊。 记得我妈临终前和我说, 闺女, 当年你死活不结婚, 真是把我气死了, 现在看到你还是一个人, 我走了, 怎么放心呢? 我跟他讲, 我爸去世早, 您一个人拉扯我们姐弟三个, 到老也是一个人, 您感觉一个人真的不好吗? 他说不一样, 他有儿女, 说完后却沉默了, 他知道, 他的其他儿女根本靠不上。 当年姐弟俩说得好听, 每人赡养老人一年, 轮着来, 可是自从把他安顿在我这里, 十多年都不管他, 想到这些, 我妈有些伤心, 她看我花钱请人照顾他, 优质的家政人员, 比自己儿女照顾的都好, 于是改变了想法, 他还劝我, 多留点钱, 将来我老了, 就用钱养老。 这话让我妈说着了, 人哪有不生病的, 我66岁那年得了乳腺癌, 初期, 及时发现, 并做了切除手术, 当我准备去医院的时候, 我没通知我姐和我弟, 他们也都岁数大了, 经不起折腾, 我依旧在家政公司 请了两个中年女人来照顾我, 术后我恢复得很好, 照顾我生活和饮食料理的 两个中年人很是尽责, 收费较高的家政人员, 作用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 我真正体会了 疾病对人的困扰, 也真正明白, 没有子女照顾的老年人 该怎样求生, 我配合康复, 现在每天去跳广场舞, 跟着别人练瑜伽, 还学习电脑操作, 跟着电脑学英语, 很多以前没接触过的事物, 我都开始接触, 感觉每天都很充实, 还参加西洋红的旅游团, 见识了国内外的大好风光, 我是快乐的, 很多人不理解, 我单身到老, 难道真的不难受, 真的不是打肿脸冲胖子, 还真不是, 当然, 前提是我有些钱, 可以支撑我的后半生, 对于有些女人来说, 她们认为家庭是一种依靠, 可一旦老伴走在前面, 依靠突然没了, 还不如我这种从来都知道, 只能靠自己的女人过得踏实, 说是儿孙禅希是幸福的, 我想这是她们的生活需求方向和我不一样吧, 虽然我的情况绝对是少数, 但我不后悔也不难过, 一个人的生活, 有一个人的精彩, 不要拿你们的观点衡量我的生活, 其实, 人到老年, 一个人过日子也很好,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和尝试, 自己感觉过得舒畅, 舒心就好, 无论是有子女的老人, 还是有老伴的老人, 最终到最后, 还是需要一个人完成人生的路程, 在这段路程里, 你的内心依托是自己, 而不是依靠别人, 其次是你的积蓄, 因为手里有钱, 能够让自己晚年过得舒心些, 若没钱还一个人, 那么确实会过得惨些, 因为生活太现实了, 仍幸使然也无可厚非, 只能靠自己年轻时, 多积攒些养老钱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